好来关于西洋消息 高雄山区昨天午后呢 下起了豪雨 有三名工人 刚好在桃园区的布囊 布唐纳斯西工作 结果遇到了暴雨 困在沙洲中 进退不得 一度危及了生命安全 那惊险的救援场面呢 联系给记者薛惠文 来告诉大家 惠文请说 好的各位观众 通过画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吸血 是夹杂着云沙滚滚而下 而且吸血是相当的湍急 甚至还有一颗大石头 卡在河床中间 更可怕的是 还有三名工人 受困在沙洲当中 动弹不得 这三名工人呢 是到桃园区的布囊纳斯西 旁边的工地 摊查工程的时候 在回程时 突然下起了暴雨 途中呢 遇到吸血暴涨 导致三名工人 差一点遭到 土石流的掩埋 消防分队呢 立即出动了救难车 还有救护车 警消一消十多名 前往抢救 现在看一段 稍早的画面 消防队员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寻秘密 终于找到一处大约有五公尺宽的河道 赶紧架设绳索 让三名工人爬上这个搭救的树干 还有爬上绳索 才顺利的脱困 也结束了这一场虚惊 以上是最新消息 把镜头交换给棚内的主播 好 新惠文 我们看到昨天山区暴雨 让高雄这三名工人受困沙洲 还好都平安活久